大家好,我是当当,今天咱们来学习这款小企鹅挂件 高度整体有8厘米,咱们从头顶部分开始学习 我们用环形起针法,小拇指上绕一下,食指挑起来 中指上绕一圈,勾针放进去,把这个线挑出来 立一个辫子针作为起地针 这个小企鹅咱们整体都用十字短针来勾 第二来看一下,插入,勾针放在线的上方这样绕一下 绕线穿过两个线圈,这样是勾好了一个短针 在每一圈第一个短针,它的辫子上面做记号 一共是勾六个 六针勾好之后,先把这个扯大 我们来收口 拉动最先留的这个线头 抽紧 好,现在呢,咱们来引拔结束 我们每一圈引拔呢,都是插入做记号的这个辫子里 而且做记号的这个辫子也是咱们下一圈第一针入针的地方 每一圈都是这样 把这个记号取下来 从做记号的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 再绕线直接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引拔针形成了小辫子 抽紧,它不算针数 咱们第一圈是勾了六个短针 这上面对应有六个辫子 这六个辫子就是咱们第二圈要入针的地方 立个辫子针 第二圈呢,咱们是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两个短针 还在这第一个辫子里,我们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同一个位置勾两个短针 就叫短针加针 咱们一共呢,是勾六组 勾下来就是有十二针 再示范一组 六组过后,在做记号的地方引拔 咱们在最后示范一遍引拔针 接下来引拔呢,我们自己来完成 注意,引拔形成的辫子都抽紧 而且,引拔插入了这个辫子 就是下一圈第一针入针的位置 第三圈,立个辫子针 咱们在第一个辫子里面,我们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辫子里,加针一次,勾两个短针 咱们这样,整体是一组 重复勾六组 再示范一组 咱们勾好六组,引拔 第四圈,立个辫子针 咱们在第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辫子里,我们加针一次,勾两个短针 第三个辫子里,勾一个短针 这样,整体是一组 我们整组整组往前勾,一共勾六组 再来示范一组 这是第二组 咱们勾好六组,引拔 第五圈,立个辫子针 咱们先按顺序勾三个短针 我们说按顺序勾的就是 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 连续勾三个 接下来咱们加针一次 这样呢,是一组 重复六组 再示范一组 咱们勾好六组,引拔 下面第六圈,立个辫子针 咱们先按顺序勾两个短针 接下来加针一次 再按顺序勾两个短针 这样整体是一组 我们勾六组 再来示范一组 咱们勾好六组,引拔 第七圈勾的时候呢 咱们就开始用这种白色的线 就是要换线勾 立一个辫子针 咱们先用这个颜色的线 我们按顺序勾 11个短针 咱们把这11个短针勾好 11个短针勾好之后呢 咱们还用这个颜色的线 我们勾半针 插入 这样绕一下线 在绕线的时候呢 我们把白色的线换上去 好,接下来咱们用白色的线开始勾 白色的线呢 咱们先勾三个短针 按顺序勾勾三个 第四个短针 咱们依然是勾一半 我们再换上原来这个颜色 好,接下来用原来这个颜色开始勾 然后我们勾三个短针 第四针咱们勾半个 再换回白色的线 下面 下面咱们用白色的线 开始勾 我们勾三个 第四个短针呢 咱们是勾半个 换回原来这个颜色 下面呢 咱们就用原来这个颜色的线 一直按顺序勾 勾十二个短针 咱们把这十二个短针勾完 记号处引拔 第七圈勾好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律 咱们呢 是先用这个蓝色的线 我们实际上是勾十二个短针 勾好之后 咱们要换成白色的线 勾四个短针 但是咱们换线呢 都是在上一个颜色勾 最后一针勾半针的时候 我们开始换下一个颜色 一直按照这种方法去换色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八圈 立个辫子针 先用原来的这个颜色呢 我们勾十一个短针 现在是勾了十个短针了 第十一个短针 咱们勾半针 好,现在换原来的颜色 不是,换白色 不是原来的颜色 这个白色线换的时候呢 线头不要在里面扯得很紧 扯得很紧的话 这个玩偶会变形 就让它不要松到在这里面 然后用这个手压一下 我们把这个白色的线换上去 现在用白色的线咱们开始勾 我们勾五个完整的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的半针 好,接下来一针呢 咱们勾半针 开始换色 这个就是换色稍微复杂一点 它整体都是短针 换好颜色之后呢 咱们用这个线 我们勾一个完整的短针 下面勾一个半针 勾好之后换色 这个换完 咱们用白色的线 我们勾五个完整的短针 完整的短针 这是两个 第六针 第六针我们勾成半针 接下来换 这个颜色 好,用这个颜色呢 我们按顺序 勾十一个短针 这十一个短针勾完 引拔 接下来第九和第十圈的方法一模一样 我们来示范第九圈 我们来示范第九圈 立个辫子针 按顺序 勾十个短针 第十一针 第十一针 我们勾半针 换白色的线 好,现在用白色的线 我们勾十三个完整的短针 十三个短针勾完 下面用白色的线勾一个半针 换蓝色的线 接下来咱们用蓝色的线 按顺序勾十一个短针 咱们把这个十一个短针勾完之后 记号处引拔 第九圈勾好之后是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按照跟第九圈一模一样的方法 我们把第十圈勾好 第十一圈立个辫子针 咱们先按顺序勾十一个短针 十一个短针勾完 接下来咱们勾一个半针 换线 换线 用这个白色的线 我们也勾十一个完整的短针 第十二针我们勾一个半针 换回这个颜色 接下来就用这个蓝色的线 我们按顺序勾十二个短针 咱们勾到最后引拔 第十二圈立个辫子针 咱们先按顺序勾十二个短针 第十三针 第十三针 咱们勾一个半针 换白色线 用白色的线 用白色的线 咱们先按顺序勾九个短针 第十三针 第十针 我们勾一个半针 换这个颜色 好 就用这个颜色呢 咱们按顺序勾十三个短针 咱们勾到最后引拔 第十二圈勾好之后呢 咱们头部就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换浅一点的颜色 我们来勾身体部分 立一个辫子针 身体部分呢 咱们补换色 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颜色 咱们在第一个辫子里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在这上面我们做一个记号 在第二个辫子里面 我们加针一次 勾两个短针 第三个辫子里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咱们这样呢 是一组 重复勾十二组 再示范一组 勾好十二组 引拔 接下来 从第十四到第二十一圈的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示范第十四圈 立一个辫子针 这几圈都没有帧数上的变化 我们按顺序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 每一圈勾下来 都是有四十八个短针 咱们就这样 我们把这一圈 四十八个短针勾完引拔 就完成第十四圈 再按照跟第十四圈一样的方法 我们勾到第二十一圈 注意我们每一圈都要齐立辫子针 到最后都要引拔 二十一圈勾好是这个样子 从第二十二圈开始 我们剪针 立个辫子针 先按顺序勾三个短针 接下来咱们剪针一次 给大家看减针的勾法 插入 绕线出来 再插入下一个辫子 绕线出来 绕线一次穿过三个线圈 这样就是一个短针减针 下面咱们再勾三个短针 这样是一组 我们重复勾六组 再来示范一组 把六组勾完 记后处引拔 第二十三圈 立个辫子针 先按顺序勾五个短针 接下来咱们剪针 接下来咱们剪针一次 咱们先剪两个短针 下面剪针一次 再按顺序勾两个短针 这样整体是一组 咱们勾六组引拔 第二十五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先按顺序勾三个短针 接下来剪针 接下来剪针一次 这样是一组 勾六组引拔 立二十六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勾一个短针 下面剪针一次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是一组 重复六组 第二十七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剪针一次 这样是一组 重复六组引拔 把二十七圈勾完之后 把这个线圈拉大 咱们先往里面塞 填充棉 塞好棉花之后 我们勾第二十八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按顺序勾六组 短针减针 短针减针也形成这样一个小辫子 在这个上面做记号 这个也是一会儿咱们要引拔的位置 咱们把六组锅完引拔 锅好之后 我把这个线圈拉大 穿进去缝合针 现在咱们开始收口 我们挑起最后这一圈辫子 靠近我们的这一根线 收一下 藏线头 下面我们来做手部 环形起针法 把这个线调出来 立一个辫子针 作为起立针 在这个洞里面 我们勾五个短针 依然是在每一圈 第一个短针 它的辫子上面做记号 五个短针勾好之后 抽紧 在做记号的这个辫子里面引拔 下面勾第二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加针一次 一共勾五组 短针加针 第二圈勾下来 一共就是有十针 咱们把五组勾好引拔 接下来三四这两圈的方法 一模一样 我们看第三圈 立个辫子针 没有针数上的变化 三四这两圈 咱们都是按顺序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 勾下来都是有十个短针 咱们这样 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 我们把这一圈 十个短针勾完 引拔 完成第三圈 再按照跟第三圈一样的方法 我们把三四这两圈勾好 第四圈勾完之后 立个辫子针 咱们把这个对折一下 第五圈我们勾的时候呢 咱们是同时穿入两个辫子 这样按顺序勾五个短针 点来看一下 就是一针下去 穿的是这两个辫子 第四圈勾下来 一共是有十针 我们对折的话 这样就是勾五个短针 接下来立个辫子针 立的这个辫子针 不算针数 一会儿咱们勾的时候呢 第一针我们是从这个辫子里面入针 那从这儿到这儿 一共是有五个 五针 好 反过来 第六圈呢 咱们是这样 按顺序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短针 一共是有五针 第六圈勾好 立个辫子针 咱们继续反过来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短针 和第六圈的方法一模一样 我们把这五个短针勾完 勾好之后 立个辫子针 让它起固定作用 剪掉 线留着稍微长一点 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来做一个 接下来我们缝合 等一下来看一下 我们呢 是从两边是对称的 从这儿 缝到这一排 往后数三针 一 二 三 大概在这个位置 当然大家也可以往后数四针 咱们就这样 把它给缝结实 缝好之后 把线头呢 在这织物里面藏一下 下面咱们再跟这边 对称的位置 把这边呢 也缝一下 下面咱们缝一下 嘴巴部分 把这个线断掉 这边的线头也同样藏一下 下面我们用肉绒胶 把眼睛粘上去 在嘴巴上面这一排 跟嘴巴间隔 大概两个短针的位置 左右两边一样 眼睛粘好之后 是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呢 稍微刷一点点腮红 把钥匙扣挂上去 这样这个小企鹅挂件呢 我们就做好了 下集见吧 拜拜